名字幕志愿者 李雨昕 身 Daniel 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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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船 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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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先生 张先生 和声明 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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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你的很心爱的侄子 妈妈 对啊對啊 没有对啊 所以照顾起来也是觉得 不然这样那么辛苦也心安情愿 对不对 对对啊 他是从出生的时候都是你照顾 没有就是出生的时候是阿嬷在照顾 他别人的外国阿嬷在照顾 啊现在呢 現在他是照顧差不多三個月啦 啊在就是有比較好照顧在給我們照顧這樣 也沒有說都不管他這樣 也是蠻關心的 像就是其實就是網友誤會啦 他們在網路上寫文章說 都是叔叔很辛苦在照顧 不會啊就是他媽媽跟爸爸他都在打零工 就是沒有空照顧就是有時候就是我全程照顧這樣 他們家之前被社會局員列為高風險家庭的原因是什麼 列為高風險是因為媽媽有短暫的離家 那在反抓了之後就發現說為什麼暗主小朋友的右眼有紅腫的狀況 所以就懷疑說是不是這個叔叔有照顧不當 那當時有通報過我們中心兒保這邊 那我們有調查了之後覺得沒有兒童虐待的狀況 所以我們又轉給社會局針對高風險個案 他們都來來去去那還是會有時間都會來探視父母 就散布小孩子 小孩子除了呼吸吼吐症狀以外 有沒有什麼其他外傷的狀況 沒有他小孩子皮膚完整 那白白嫩嫩的其實是一個很乾淨很可愛的一個小孩子 那沒有一些外傷這些部分都沒有 所以他並沒有因為可能受冤或暴力的狀況 或什麼事情都沒有了 是單純拉肚子住院 對沒錯 他只有就是因為拉肚子所以他到門診求職 那整個外觀看起來都滿好沒有問題 是旁邊是正確的 旁邊是這樣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